新政院長蘇貞昌和高雄市長陳其邁率領敬拜 為代表完成S狼帶最重要的一刻 正式宣布男子產業園區開工動土 特別是由護國神山的台積電進駐 預計2024年開始營運 讓國際大廠埃斯摩爾 英特格等紛紛加碼投資 另外橋頭科學園區加緊腳步選地招商 所創造的產值估計可達到一千八百億 所創造的就業人數可以到一萬一千人 所進駐的產業其實包含像我們所熟悉的 智慧科技 智慧製造 新創科技 智慧醫療 也能夠在我們橋頭科學園區來做落地 橋頭科學園區也備受關注 吸引日月光國聚和鴻海等20家大廠搶進插旗 甚至五大科學園區 未來也將創造4.5萬個就業機會 那我想這個在未來的等台積電蓋好廠 未來的幾年那幾千億四五千億以上的這個商機 其實可以看到的以後可以做成這個上中下游 半導體整個群聚效應把它整個發揮起來 變成像新竹科學園區這樣子這個一小時這個生活圈 隨著男子產業園區建設啟動 力拼全球具競爭力和活力的完整半導體產業聚落 華視新聞 林立婷 李施健 高雄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